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3月22日星期一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林鄭和一眾特區政府的高官 今天就走了去打科興的第二劑疫苗 在上個月的22日 他們就已經打了第一劑 林鄭在打完疫苗之後 對著記者的鏡頭面前 舉了V字的勝利手勢 一副意氣風髮的樣子 當然打完疫苗之後 林鄭肯有些偉論要發表 這次他就說到 說要勸喻抹黑科興疫苗的人 尤其是部分是醫護人員 叫他們要收手 我聽到之後真的打過突然 到底他是說誰呢? 怎樣去抹黑科興疫苗呢? 好了,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酒吧業界要求特區政府 不要將疫苗的接種率 和他們能否復業這兩件事掛勾 甚至還警告 如果當局不可以批准他們 在復活節之前恢復營業的話 就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好了,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一眾高官去打疫苗的情況 林鄭打完疫苗之後 就舉V字手勢 至於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打完之後 也是舉了母子的 總之 表情就好像相當興奮 上次林鄭打完第一劑之後 他就說感到興奮 這次他就沒有說出口了 但是就從行動當中反映出來 不知道這些算不算是副作用 但是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打完疫苗之後 就直接轉身離開 這個就交不了氣了 人人都這麼興奮 你怎麼好像沒什麼表情似的呢 轉身離開 你至少要拍張照片 好了 他們有什麼偉論發表呢 林鄭見記者那時候 第一件事就說到 要呼籲全港市民 按照已經預約了的第二針的日期 和地點要去完成接種 他就說到 要打足兩針才能完成疫苗的保護作用 否則就會好像專家所說的 全工進廢 聽他這樣說 似乎有多少擔心 有部分市民 在看完近日的消息之後 就覺得信心有些動搖 於是就可能打算脫底 他就叫人家一定要打足兩針 但是 許樹昌教授早幾天才說過 有個別人士 在打完第二針疫苗之後 身體或者會出現較大的反應 他就建議 曾經有嚴重反應的人士 是不宜接種第二針疫苗的 那麼好了 究竟哪一個的說法才是準確呢 現在林鄭又叫人家說不要放飛機 叫人家要按照已經預約的日期和地點去接種 你既然已經指定了專家顧問的時候 就讓專家顧問來講 你又林鄭又去講一份 到底哪一個才是按照科學的原則來出發呢 還是其實兩個都不是按照科學原則來講話的 好了 接著林鄭還說到 說全球的確診個案 是回升到超過50萬宗 部分歐洲國家進入了新一波的疫情 但是英國疫苗的接種率高 每天的確診個案是下降到幾千宗 說明了防控的策略仍然是要靠疫苗的 你又說得對 林鄭 只不過 英國打的疫苗 沒有一種是科興或者是中國製造的 所以到底你香港的情況能不能跟別人相提並論呢 你打的也不是別人打的 有什麼好比較 好了林鄭還說 本港在接種疫苗方面 都算是幸運幸福 中央高度支持本港抗疫 中央的疫苗供應就是她說的 最堅強後盾 這件事也是相當有趣的 正如之前有些藍絲或者建制人士經常說 叫香港人喝水思源 香港人喝的是東江水 那時候也有很多人提出一件事就是東江水要給錢買的 那現在林鄭又說要多謝中央 因為中央的疫苗供應是最強後盾 那些全部都是真金白銀拿錢出來買的 不是無常援助來的 你不要搞錯才行 難道其他國家買了大陸製造的疫苗又要感恩戴德 但是你現在特區政府也不只是買一隻大陸製造的疫苗 有一隻復必泰 這個就是用德國技術的 然後你遲些進入第三款的疫苗 就是阿斯利康藥廠的 難道你要多謝英國 難道你又說德國是你的最強後盾 你講不講得通呢 按照你的邏輯你三隻疫苗的 科興都只不過是佔三分之一 又不見他說要多謝復必泰的藥廠和阿斯利康藥廠 那真奇怪 不知道是什麼邏輯來的 那些是真金白銀付錢買不用多謝 科興都是真金白銀付錢買的 有什麼區別呢 除了說那個產地不同之外 林鄭又批評有人污衊科興疫苗 有少數人散播失實消息 危言慫聽 污衊國產疫苗 尤其就是部分人本身是醫護來的 更加令人心痛 林鄭就勸語他們要收手 假如市民不打疫苗 最終醫院就要承受很大的工作量 那就真是奇怪了 之前特區政府就已經發了一篇新聞稿 就說有部分的醫護組織去抹黑科興疫苗 現在林鄭又再說一次 其實作為市民又真的很想了解一下 究竟是哪一班人去污衊科興疫苗 他如何作出污衊科興疫苗的 描述 你可不可以向市民交代一下 如果不是大家都一頭沒水 究竟哪一個污衊了他呢?污衊什麼呢? 大家都不清不楚 但是你又一邊說有人去污衊 難道你在打稻草人嗎? 究竟有沒有這些人呢? 你說有部分是醫護來的 那為什麼不點名呢? 既然你又說心痛 又是勸他們收手 那你就開他的名字 讓他收皮 又不見有開名字 實情大家都不知道是在說誰的 一邊就說有人污衊 那怎麼污衊呢? 你也要拿出來看看 但是今天去檢視一下 到底他所說的內容 究竟是有根據有道理的 還是純粹的抹黑暢衰污衊 大家都要有個 基本事實才判斷到的 大家現在都看不到的 牛頭不搭馬嘴 一尾就是聽見你 說有人污衊他抹黑 都不知道怎樣污衊怎樣抹黑 那怎麼說 是不是 還有就是到底林鄭怎樣去理解 現在智利的情況呢? 人家就買了很多科興疫苗 打完之後 確診數字還破紀錄 又怎麼去理解巴基斯坦總理的個案呢? 他打完這個大陸疫苗之後 是繼續確診的 那你是不是也要向市民澄清一下 究竟他發生什麼事呢? 至少引述巴基斯坦的說法 別人都有解釋的 別人就是 巴基斯坦總理 其實很有可能 就是在打疫苗之前 都已經是出事了 也算是一個說法 信不信就是由公眾自己決定 但是起碼是一個說法 那你是不是要交代呢? 你怎麼不去交代呢? 難道你說國際社會一起唱衰科興嗎? 不會吧? 還有一件事就是 政府指定了四個專家顧問 其中有三個都是不打這個科興疫苗的 就跑去打復必泰 當然還有一個福田敬義 不知道他打什麼還是沒有打 沒有資料 問題就是沒有人去打科興 林鄭又如何評價他指定的幾個專家顧問呢? 又不說 還有林鄭還說什麼呢? 他說 按照專家的意見 政府是會繼續採購第四款 來自不同技術平台的疫苗 真是好笑 到底 這個第四款疫苗 你是買哪一款? 市民都會很擔心 你是買大陸出產的國藥疫苗 還是美國技術的強生疫苗 已經有很大的區別了 還是兩種疫苗都不是 爆冷的 你去俄羅斯買衛星5號疫苗呢? 那你也要說一下 不只是說第四款 第四款是哪一款才行呢? 他就說 由於不知道疫苗保護時間有多長 加上要穩陣 因此合共計劃採購3000萬劑的疫苗 令市民有兩倍足夠的疫苗 那你額外買的那些是買哪一款呢? 都要說的 是不是呀? 不是只買夠數就行 全部科興可能那些人不去的 是不是呀? 唉,真是 好了,接著我們就說一下 酒吧業界的情況 昨天他們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要求 政府要在復活節旺季之前 重開酒吧 否則 全港1400間持牌的酒吧當中 將有多達半數 大約700間 就是會倒閉 而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 強烈要求政府 不要綁綁式 將市民或者業界的疫苗接種率 和酒吧的重開掛勾 以及他就警告 說如果 當局復活節之前 不肯來重開酒吧 業界就會有進一步的訴求行動 那我就真的覺得要拭目以待 到底酒吧業可以惡得什麼出樣呢? 其實很多酒吧根本上就是藍底的 只不過現在生意受損 所以他們就是被迫出來 罵特區政府而已 罵政府就不代表說他一定是黃的 大哥 很多藍絲都罵政府的 現在大家上網看看 那些藍絲的群組 罵林鄭那些是很多的 現在這個酒吧業界就說復活節之前 不重開的話就會有進一步的訴求行動 那有什麼訴求行動呢? 你都說要倒閉了 難道的進一步的訴求行動就是倒閉了 那有什麼行動可言呢? 我猜到最後都是大隻港 而且你說特區政府肯不肯在復活節之前 重開酒吧 我看這個機會就很低了 因為特區政府他本身就是傾向非常保守的 大家看到他的所謂防疫抗疫措施 一旦他推行了的時候 他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會撤銷 另外這個酒吧業界就要求特區政府 不要把疫苗接種率和酒吧重開掛鉤 這件事我認同 為什麼呢? 因為你說就算 那些業界人士全部去打針也好 如果那些市民不去打針 其實也是沒用的 因為那些市民之間可能會互相感染的 其實就算說到現在 英國的酒吧還是在封閉當中 但是英國政府對於那些受影響的企業是有援助的 那你特區政府又沒有呢? 很明顯就是沒有啦 所以又不能夠相提並論的 那特區政府到底何時才可以 使這些行業可以重新啟動呢? 那你如果不啟動的時候那些人一樣會失業的 現在很多酒吧根本上是在頂租的 不是在死頂的 不過以特區政府那種防疫抗疫策略 看怕 真的酒吧業的前景 都是 不樂觀 不知道何年何月才可以復業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